男人一觉醒来发现妻子被人绑住了 歹徒还掏出一瓶502 狠狠涂抹在了妻子的手指上 男人清醒过来立马下跪 可听见男人求饶歹徒却满脸不悦 男人一正这才发现 自家天花板上竟布满了摄像机 而歹徒接下来的操作更让男人迷惑 歹徒居然开始换装 一个个角色被歹徒饰演得微妙微笑 可歹徒见自己这么折腾 男人都想不起来自己试睡 还不等男人反应过来 歹徒手起刀落 妻子的一根手指就被他切了下来 男人冲上去要和歹徒拼命 谁知身后却被系上了一根皮带动弹不得 男人只能尽力安抚妻子 而歹徒就蹲在一旁开心地看热闹 原来男人本是一名知名导演 歹徒声称自己作为群演 出演过男人导过的无部电影 每次歹徒都会搞砸几个镜头 每每这片都把歹徒骂个狗血淋头 可身为导演的男人不仅没有骂歹徒 居然还要多给自己一点片酬当作宽慰 因为当群演歹徒遇见了太多人渣和有钱的混蛋 那群人都不把自己当作人 可男人居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好人 听着歹徒丧心病狂的发言 男人近乎崩溃 就因为自己是个好人 他居然就要这样报复自己 歹徒不再跟男人废话 他掀开沙发上的白布 竟有一个可怜的女孩被绑在上面 为了引出男人的乐 歹徒要男人亲手勒死这孩子 否则每五分钟 他就切掉男人妻子的一根手指 倒计时已经开始 可男人却在犹豫 歹徒见状直接切掉了男人妻子待婚戒的手指 男人疯狂了 他冲过去就想掐死孩子救下妻子 可妻子疯狂摇头想要阻止他 因为谁也不知道 歹徒真要如愿了 他就会善罢甘休吗 男人说自己总在背后诋毁对手 让他们没有电影可拍 自己绝对是个人渣 歹徒轻面一笑 质问男人这是在忏悔吗 歹徒声称今早自己出门时 就因为看妻子的脸有些讨厌就勒死了他 而且还说他还差点勒死了亲生儿子 说吧歹徒让男人把可以忏悔的事说出来 不得已男人就把自己和女助理暧昧的事说了出来 原以为这样的事情是他对不起妻子 谁知歹徒嘿嘿一笑 说男人的妻子早就背叛了他 男人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歹徒却觉得这样的丑事他还没听够 如果男人可以让他笑一笑 他就减免一次切掉他妻子手指的机会 可不论男人如何卖力表演 歹徒就是不笑 眼见他起身要去切妻子手指 男人情急之下当场脱掉了裤子跳舞 可歹徒虽然笑了却要耍赖 说他电影的笑料都没有如此低级 只听咔嚓一声 妻子的第三根手指被切了下来 而且为了不让他们获救后 对街上手指抱有幻想 歹徒竟当场把手指扔进了榨汁机 男人疯狂了 他冲上去掐住了女孩脖子 歹徒见状又解开了妻子嘴上的封条 两个正常人 就这样被一个疯子逼上了绝路 可更疯狂的还在后面 男人死命掐住女孩脖子 一顶假发却从女孩头顶滑落 而这个孩子竟和歹徒审思 似乎他就是歹徒的儿子 男人瞬间瘫坐在地 这是要命的倒数再次响起 男人只能选择掐死这孩子拯救妻子 眼看他的罪恶要就此延续下去 男人顿时心如死灰 这是好巧不巧 歹徒到腿踩到妻子的婚戒摔在钢琴上 妻子健壮一口咬住了歹徒的脖子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歹徒到地身亡 这处脑局似乎要止于此 这是智能却冰冷的铜声突然响起 男人的行顿时如有千斤重 盯着男孩深邃的眼 男人担心被死去的男孩报复 这对父子都是疯子 而对付疯子就只能比疯子还要疯 而亲手终结了妻子生命的男人 也终究如歹徒所说成为了乐人